我们今天要做英式丝汤跟果酱 材料在这边 有面粉 泡打粉 奶油先预冷 就先放冷冻 然后都切成小块 糖 盐 牛奶 还有蛋 打散了 先混匀 然后我们先把奶油放进来 面粉塞不塞都可以 反正我们等一下要先把它切拌开来 所以不塞也没有关系 我们先把奶油放进来 然后切拌成细砂状 让奶油均匀的分布在面粉里面 可以用刮板 不断的切 或是用手 如果手温比较低的话 或是室温比较低都可以用手拌 然后记得在拌的时候 手跟手中间是有流控的 不是把它贴在一起的 如果你贴在一起的话 奶油会融在手上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持续的把它搓拌到 奶油均匀的混合在面粉里面 这是第一个步骤 现在面粉跟奶油已经充分的拌匀在一起 那目前还是干爽的粉状 然后可以检查一下里面不要有大颗的奶油颗粒 如果有的话就要继续搓 像这样是干爽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把其他的材料放进来 中间先挖一个洞 先放糖跟盐 牛奶 还有蛋 我们先把三种材料在中间混合均匀 然后再把粉慢慢的拨进来 然后再把粉慢慢的拨进来 然后等到中间面糊拨不动的时候 我们用压的方式 把干粉盖上来 尽量不要用搓揉的 搓揉会让面粉出筋 面团出筋的话 在烤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会比较Q一点 然后有可能比较容易变形 现在压成一团 那我们要让它再更均匀一点 所以我们用切拌的方式 先对切 对叠然后压 换一个方向 切 然后叠再压 一直到混合均匀为止 然后也可以一边把钢盆里面的 其他旁边这些 没有跟面团混合在一起的粉啊 蛋液啊 全部都混合好 现在混合均匀 那我们需要让它去冰箱冷藏松弛 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再扣膜 先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整理好 包起来 冷藏松弛两个小时 之后我们再扣膜 或是到隔天再使用也是可以的 好了 我们冷藏松弛之后 我们要把它擀开 然后扣形状 然后为了要能够比较整齐的擀平 所以我用了两个一样的木齿 这大概是1.5公分的厚度 那如果没有木齿 我们就用差不多一样厚的书本啊 或是其他的工具 反正能够把它垫起来就好了 然后我上下都铺了保鲜膜 这样比较不会黏住面团 好擀开 然后我们今天会用大概5公分左右的膜 或是如果你不想用圆膜 你可以用切的切成三角形 然后准备手粉 这样子它就不会黏住那个面团 沾一下 每次用都沾一下 它就不会黏住 切切片也会比较整齐 那如果没有冰印的话 就没有办法切出利落的切面 利落的切面等一下才烤的时候 它会比较好上下铬开 就会有大家想看到那个中间的裂痕 这些收起来再重复 尽量不要去揉 所以我就是用叠的把它收起来 那如果边操作过程中 它变得很热或是很软的话 就一样放回去冷藏 在冰印之后再拿出来操作 大概要重复个几次 直到把面团用完 然后剩下最后一点点 就不用再叠回去了 就随机捏起来就好了 然后我们去烤 220度烤12分钟 烤到上下都上色是金黄色的 然后它侧边照理说会有裂痕 我们就出炉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果酱 所有材料全部都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开中火 然后煮到204度 煮到104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量一下温度 104度 104度我們就關火 如果你要封平的話 就是趁熱 馬上裝到已經消毒的玻璃罐裡面 然後封緊之後倒扣 把它放涼再翻過來 通常這樣就會裡面真空 那常溫的話可以保存一年 開工之後就請放在冷藏 好,所以我們今天就做到這邊囉 拜拜